上节课,我们学习了100以内数的认识。 今天呢,我们一起来学习100以内数的读、写。 首先,请你准备好纸和笔。 如果你有小棒和技术器,也准备好。 如果没有,也没有关系,你们可以在纸上画一画。 准备好了吗?我们的学习马上就开始了。 今天,我们的课从一个小故事开始说起。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,兔爸爸、兔妈妈带着兔宝宝到菜地里去拔萝卜。 他们拔呀,拔呀,直到累得满头大汗,萝卜装满了各自的筐,才高高兴兴地回家了。 同学们,你们想知道兔宝宝一家分别都拔了多少个萝卜吗? 今天,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。 你可以伸出你的手指,跟着屏幕数一数,也可以拿出小棒和技术器摆一摆。 当然,也可以在纸上画一画,把你数出的树,摆出的树,画出的树,写下来。 准备好了吗? 现在,小兔宝宝把他的萝卜拿出来了。 我们快数吧。 哎呀,有同学说,这么乱,我们怎么数啊? 那怎么办呢? 我听到了,有同学出了个主意,他说,我们重新给他摆放一下,整理好。 这样可以吗? 好,那我们就开始数吧。 我是一个一个数的。 一,二,三,四,五,六,七,八,九,十,十一,十二,十三,十四,十五,十六,十七,十八,十九,二十,二十一,二十二,二十三。 我发现,兔宝宝一共拔了二十三个萝卜。 哦,他数出来二十三个萝卜。 你们数的和他数的一样吗? 我们还有的同学呀,借助学据来帮忙了呢,我们也来看看。 我是这样想的,我用一根小萝卜,表示一个萝卜。 这样的十根,就是一个石。 还有三根小萝卜,一共是两捆和三根单个的,把两个石和三个一合起来,就是二十三。 同学们,你们看懂了吗? 这个同学用小棒来表示二十三。 那这里的二,他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呢? 对,就是这两捆小棒,也就是两个石。 这里的三,表示三根小棒,也就是三个一。 两个石和三个一合起来,就是二十三。 我们还有的同学呀,用计数器来帮忙。 我看到一排有十个萝卜,也就是一个石,我就在计数器的石位上拨一颗珠子。 第二排也是十个萝卜,又是一个石,我在石位上再拨一颗珠子。 还有三个萝卜,我就在个位上拨三颗珠子。 两个石和三个一合起来,就是二十三。 你们看懂了吗? 瞧,这位同学多会数数啊! 他一行一行这样数,你们觉得他数的方法怎么样? 嗯,还真是不错。 而且这位同学还借助计数器来帮忙。 个位上的三颗珠子就表示三个一。 石位上的两颗珠子就表示两个十。 两个十和三个一合起来,就是二十三。 我们写作二十三,读作二十三。 这个二就是表示两个十。 这个三就表示三个一。 兔宝宝一共拔了二十三个萝卜。 同学们,我们现在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刚才数数的过程。 一开始,一堆萝卜放到一起,大家觉得乱糟糟的不好数。 后来同学们就建议把它整理好,我们就可以数了。 还有的同学借助小棒、计数器来帮忙。 在数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,这两排萝卜,这两捆小棒,这十位上的两颗珠子都可以表示两个十。 所以我们写数的时候,在十位上写二。 这三个萝卜,三根小棒,技术器上个位上的三颗珠子都表示三个一。 所以我们在个位上写三。 两个十和三个一合起来,就是二十三。 写作二十三,读作二十三。 同学们,现在我们知道了,兔宝宝一共拔了二十三个萝卜。 接下来,兔爸爸该出场了。 兔爸爸拔了多少个萝卜呢? 你们看,兔爸爸拔了这么一大筐的萝卜。 会是多少呢? 我们也用小棒给他来表示。 诶,那这个小棒,他表示多少呢? 我听到有同学说了,应该是一百吧,这么一大筐。 会是一百吗? 我们来看看。 以前我们的经验,十个一,我们把它捆成一筐,就是一个十。 只要有一筐,就有一个十。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,会有这样的几款,几个十呢? 我们来数数。 现在是一个十,两个十,三个十,四个十,五个十,六个十,七个十,八个十,九个十,十个十。 十个十,十个十就是一个百,也就是一百,还真的猜对了。 兔爸爸一共拔了一百个萝卜。 我们有的同学,还尝试着用计数器把一百拨出来。 我们看看,它已经拨到几了呢? 那接下来,又该如何去思考呢? 大家请看,现在我的计数器上表示的数是九十九,只要再添一个,就够一百了。 个位上九个一,加上一个一,就是十个一,也就是一个十。 可是,个位上最多放九颗珠子,所以要向前一位进一。 十位上九个十,加上进上来的一个十,是十个十。 还要向前一位进一,十个十是一个百,所以这里应该有一个百位,写作一百。 哎呀,同学们,你们听到了吗? 他给我们介绍了一个新的朋友,百位。 现在,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计数器,从右边起的第一位是个位,个位上有几颗珠子,就表示几个一。 第二位是十位,十位上有几颗珠子,就表示几个十。 第三位是百位,第三位是百位,第三位是百位,现在百位上有一颗珠子,它就表示一个百。 写作一百,读作一百。 刚刚,我们是用一大捆小棒来表示一百,现在我们用这一颗珠子,就能表示一百了。 以前,我们用一颗珠子可以表示一,可以表示十。 现在这一颗珠子又可以表示一个百。 同学们,你们对这小珠子有什么新的认识吗? 这是一颗神奇的小珠子,如果它站在个位上,就表示一个一。 如果它站在十位上,就表示一个十。 如果它站在百位上,就表示一个百。 这颗小珠子所在的位置不一样,它表示的意思就不一样。 哦,原来是这样啊。 小珠子所在的位置不一样,它表示的意思就不一样。 在个位上,一颗小珠子就表示一个一。 小珠子在十位上,一颗珠子就表示一个十。 在百位上,一颗珠子就表示一个百,也就是一百。 好了,同学们,我们现在也知道,兔爸爸拔了一百个萝卜。 我们刚刚知道了,兔宝宝拔了二十三个,兔爸爸拔了一百个。 同学们对二十三和一百这两个数,既会读了,也会写了。 那么同学们,一百以内其他的数,你们会读,会写吗? 他们读的时候,写的时候,会有什么秘密吗? 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看吧。 请你读出技术器上小珠子所表示的数。 有同学说这太简单了,这不就是一二三四吗? 没错,读对了。 小珠子特别淘气,快看。 他一跳,跳到了这里。 现在这些数,你们还会读吗? 嗯,听到了。 有同学说,这也不难。 十、二十、三十、四十。 诶,还是这些小珠子。 刚刚他们读作一、二、三、四。 现在怎么就读作十、二十、三十、四十了呢? 因为刚才的小珠子都在个位上表示几个一,所以就读几。 现在的小珠子都在十位上表示几个十,所以就读几十。 哦,原来是这样。 表示几个一的时候就读几,表示几个十的时候就读几十。 那你们能把这些数写下来吗? 第一个数,十、二十、三十和你们写的一样吗? 下边一个数该怎样去思考呢? 我看到十位上有四颗珠子,说明表示四个十。 所以我在十位上写四,在个位上写零。 这个数读作四十。 哦,这样写。 我发现呀,这些数的个位上都写了零了。 那如果这个零要不写,你们觉得行不行呀? 我认为不行,零起到站位的作用。 就像刚才我们写一百,个位和十位都得写零。 哦,他提到了我们刚刚学到的一百。 那如果个位和十位上的零都不写,我们又没有计数器来帮忙的话, 这个数就变成了,对,就是一了。 看来呀,这个零还真的挺重要的呢。 同学们,你们看,几十的数,你们会写了,也会读了。 那如果不是这样整十的数,你们还能读,还会写吗? 我们来试试吧。 计数器上的小珠子表示的数会是多少呢? 我认为这个数应该是三十三,因为十位上有三颗珠子,个位上也有三颗珠子。 十位上是三,个位上也是三,这两个三有什么不一样的吗? 虽然都是三,但是他们表示的意思还是不一样的。 十位上的三表示三个十,而个位上的三表示三个一。 三个十和三个一合并起来就是三十三。 哦,原来是这样,个位上的三表示三个一, 十位上的三表示三个十。 这个数写作三十三,读作三十三。 同学们,你们现在已经长了本领了。 一百以内的数既会读了,也会写了。 如果表示几个一,我们就在个位上写几。 如果表示几个十,我们就在十位上写几。 读的时候呢,表示几个一,我们就读几。 表示几个十,我们就读几十。 现在就带着我们新的本领,我们一起来看看兔妈妈,她拔了多少个萝卜。 同学们,你们还记得兔妈妈拔的萝卜比兔宝宝拔的多,比兔爸爸拔的少。 同学们,你们还记得兔宝宝拔了多少个萝卜吗? 兔爸爸拔了多少个萝卜。 有同学们,有同学一看,哦,五十。 先别着急,我们还有话要说呢。 兔妈妈拔的萝卜树,在计数器上用七颗珠子表示。 快想想,计数器上有七颗珠子,会表示几呢? 兔妈妈拔了多少个萝卜。 同学们,现在请你想一想,你可以在计数器上拨一拨,也可以在纸上画一画,把你想到的数写下来。 准备好了吗?我们现在来看看同学们的做法。 有一个同学呀,用计数器画了好几幅图。 我们看看你们能看明白吗? 这个计数器上小珠子所表示数,都是多少呢? 十位上有七颗珠子,表示七个十。 十位上写七,各位上写零。 第二个数,六十一。 第三个数,五十二。 那我们听听这位同学到底是怎么思考的。 我是这样想的,我首先把七个珠子都放在十位上。 表示七个十,就是七十。 然后是六颗珠子放在十位上。 一颗珠子放在各位上,表示六个十和一个一。 合起来就是六十一。 按照这样的方法分别得到五十二。 四十三,三十四,二十五,十六和七。 我认为这样我就把七颗珠子的白法想全了。 你们同意吗? 你们觉得这位同学这种白法怎么样啊? 哎,真的挺好的。 他按照一定的顺序去思考。 在这后边还有数呢? 我们快来看看这些数是几呢? 第一个数,十位上有三颗珠子,各位上有四颗珠子。 它是由三个十和四个一组成的。 所以十位上写三,各位上写四。 第二个数,十位上是二,各位上是五,二十五。 第三个数,十六。 第四个数,十位上一颗珠子也没有。 所以说明它不到十,我们就在各位上写七。 同学们,通过我们的努力,我们发现呀,我们写出了这么多数。 那兔妈妈到底拔了多少个萝卜? 兔妈妈拔的萝卜比宝宝拔的多。 兔宝宝拔了二十三个。 可是十六和七比二十三小,显然是不行。 七十,六十一,五十二,四十三,三十四,二十五。 都比二十三大,比一百要小。 那兔妈妈到底拔了多少个萝卜呀? 别急,我们这里还有一幅图呢。 现在你能猜了吗? 我听到有的同学说,大概是四十多或五十多。 嗯,我们要想准确的知道兔妈妈拔了多少个萝卜呀,也可以数一数。 那老师帮你们数了一下,兔妈妈一共拔了五十二个萝卜。 同学们,刚刚我们跟着兔宝宝一家,数了数,他们拔的萝卜的个数。 我们学习了一百以内数的读法和写法,你们都学会了吗? 现在呀,我们就来练习一下。 做个游戏,你说数,我写数。 我们开始了。 八十七,怎么写呢? 我一听到八十七,就知道这个数是由八个十和七个一组成的。 它一念我脑子里,就想象出一个计数器。 于是,我就在十位上写八,个位上写七。 这个数是八十七。 和你们写的一样吗? 我们再来一个,六十。 我只听到了六个十,于是我就在十位上写六,在个位上写零。 和你们写的一样吗? 最后一个,一百。 怎么写呢? 对了,百位上写一,十位和个位上都写零。 大家写的真的不错。 第二个练习。 第二个练习。 读出萝卜上的数,你认为哪个数与众不同? 这个数是由五个十和一个一组成的。 所以它读作五十一。 这个数,百位上是一。 说明它有一个百,所以它读作一百。 这个数是由七个十和八个一组成的。 所以它读作七十八。 最后一个,是由六个十和六个一组成的。 所以它读作六十六。 那,有的同学认为一百与众不同。 他说一百是三位数,其他的都是两位数。 还有的同学认为六十六与众不同。 他说这个数,个位上的数和十位上的数, 都是相同的,其他的不是这样子的。 同学们,你们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吗? 你还有别的思考吗? 你可以和你身边的人说一说你的想法。 好了,同学们,我们今天学习了一百以内的数的读法和写法。 这节课,你们有什么收获吗? 我今天认识了一个新的数位,他的名字叫百位。 我会读书了,十位上是几就读几十,个位上是几就读几。 我只要看见几个十和几个一就会读了。 我学会的写数。 我学会的写数,如果表示几个十就在十位上写几。 表示几个一就在个位上写几。 如果个位没有,就在个位写0。 相信你们也一定都会有收获的。 我们下课之后,可以打开一本你喜欢的书,翻到第30页、第45页、54页、66页,并且读出这些数。 同学们,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。再见。